那前面讲到PH值的恒例好重要哦 那我们人体或是生物 怎么调节你的体液的PH值呢 有三个重要的机制 我们先念一遍 第一个机制叫血液缓冲 第二个机制叫呼吸作用 或者呼吸运动 第三个是肾脏 那为什么依序是这三个 按照时间 血液的缓冲系统 在PH值剧烈变化之后 它的作用是立刻的 多快呢 它的单位时间 可以用的是毫秒到数秒 那我们给大家解释 为什么是这个时间 那呼吸作用呢 大概几十分钟到几小时 而肾脏的排泄作用 条件你PH值 大概它的作用时间是好几天 那它的作用当然比较拉得久 但是也比较持久 那我们先介绍第一个 血液可以进行缓冲 好你们看一下里 因为假如缓冲 相信各位已经对它有印象了 我还是大家提一提它是什么意思 我们先看 在人体体内 就是在生物的血液中 我们有几个很重要的缓冲系统 例如碳酸盐 好 那我写在上面 所谓的碳酸盐其实就是 我们的二氧化碳跟水作用之后 形成碳酸 碳酸给予解离成氢离子 跟碳酸氢根 而这个反应呢 是双向的 对不对 好我就把这反应写在这里 那我现在用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 如果你身体里面的PH值下降了 我产生好多的酸 氢离子浓度上升 会发生什么事呢 反应向左 让氢离子浓度下降 产生比较多的碳酸 为什么 因为它有一个反应 你们反应程度怎么写啊 R吗 我又忘记它的代号了 K 对不对 它有一个适当的平衡常数在 氢离子过高反应向右 反应向左 结局就是氢没那么高了 那同样的 如果你的氢太少 哎呀好减哦 是不是反应向右 产生氢离子来补充不够的氢离子 所以通过这个缓冲系统 你的氢离子浓度 不会剧烈变多或变少 因为一旦变多 反应向左耗掉 那如果变少呢 反应向右产生 好这个系统是碳酸盐系统 那我们的体力中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磷酸盐系统 我写一下 大概是这个两个在做反应的 H2PO4-1这样 然后它会反应向右产生氢离子 还有HPO4-2 这是双向反应 同样的道理 氢离子浓度过高时反应向左 氢离子浓度过低时反应向右 因为在我们的体力中它会维持一个平衡 好你会发现一个事情 我是写到这边 可是按照道理来讲 这几个盐类它们的解离 不是只有这样子的方式 我把其他的解离写下 像碳酸这边可以继续解离 变成两个氢离子跟CO3-2-对不对 这边也可以继续解离 这K拿掉 变成 写三个好了 H正加上PO4-3- 这边也可以有一个叫H3PO4 所以它的解离方式有很多种路径 可以从这里一路解离过来 可是为什么我画绿色的我今天都没有写 因为我们今天这堂课是生物课 不是化学课 在化学的试管内 我要让碳酸完全解离成碳酸根是有机会的 我要让我的磷酸解离成磷酸根是有机会的 但是在身体里面办不到 因为你可以想象 我什么时候反应会走到这一步来呢 是不是代表我的这个氢离子非常浓度非常低 我才给它一路向右 向右线后再向右 代表你的氢离子浓度要好低 代表你的这个溶液要很减 同样的如果你要到这边 你的氢离子能到非常低 反应才能从这里到这里再到这里 代表你的溶液是非常减的 可是我们的体液没有这么减 同样的如果你要让这个反应 向上往左边到这个地方来 代表你的氢要超多的才能把它推出来 代表你的这个氢液要好酸 对 怎么了 清离子浓度要够高 好所以这些绿色的字我们都不画 因为在生物体的体液中 你的体液不会这么酸 也不会这么减 所以我们只要考虑红色的部分就好了 比你们化学课单纯多了 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把平衡常识每一个反应 每一个平衡的反应色平衡常识找出来 去跟去计算一下 什么时候你的平衡会留在那 还留在这还留在这 你就看到大概PS7左右 就是我画红色的位置 所以我们生物体在研究体液的缓冲系统 你只要考虑红色的部分就好了 其他的就你不用考虑到 因为生物体内不可能这么酸 也不可能这么减 好那我们介绍完第一个了 碳酸盐系统 第二个磷酸盐系统 你的体液都是缓冲浓液 好第三个呢 其实我们之前略提过 就是蛋白质 因为蛋白质是由氨基酸组成 而氨基酸有氨基跟缩基 它们一样有缓冲性质的 那我们来表达一下 这个是高益的内容 但是我们还是整理一下 氨基酸是不是一个中央碳 一个测链 然后一个COOH 跟一个NH2 好这是我们以前画的方法 氨基酸呢 然后这边一个氢 对一个碳阶式个间接 但是我们在把这个氨基酸 融于水的时候 它不是长这样子的 我改变一下 这个氢解离了 所以这边带负电 而那个氢去哪呢 跑到这来 干嘛这样画 为什么那个氢要跑过来呢 因为这样子比较急性 比较溶于水 比较溶于水 所以在水溶性的环境之下 你的氨基酸会长这样子 其实是一样的啦 只是把它氢移过来而已啦 让它有带电荷 让它电子分布不均匀 让它更为急性 好一样的道理 如果今天呢 你的氢离子浓度过低 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NH3正变成NH2 然后中央碳 然后这COO负 然后这H 那个氢呢 解离出来了 加出来 所以氢太少反应向右 那氢太多呢 反应向左 甚至可以向左到这边 帮你上写好 就是氢太多 就COO负多了一个H 加了一个H 加了一个氢离子上去 然后这边依然是NH3正 好就是这边跟这边在变 好你们看到这样子的过程 这两个双箭头 一样是反应平衡啦 所以这个箭头跟这个箭头 当然都有它的平衡常数在 好的 可是你会发现 在你们的化学课 在介绍缓冲容易的时候 会以碳酸盐 磷酸盐 你们还有什么例子吗 为例 不会涉及氨基酸的平衡 为什么 因为生物比化学复杂太多了 我们的氨基酸有20种 好假设这是某种氨基酸 它这个平衡反应是 跟这个平衡反应是 有不同的K 不同的平衡常数 那你有20种氨基酸 是不是就有20种平衡常数 那我们的体液中 也不是就有氨基酸 它会不会有两个氨基酸合在一起 叫双钛 好了 那双钛有几种呢 20的平方 因为20种氨基酸 配20种氨基酸 氨基酸抓两个来形成一个双钛 所以双钛的总类应该是20的平方 那20的平方 那有几个K1 K2呢 20的平方 那我们有可能写一种有三钛 20的三次方 所以各位 当我们在计算一个容易的PH值的时候 我们会简单成 这是个碳酸溶液 那是个磷酸溶液 我可以算出它的PH值 透过平衡常数之后 你现在氢离子的浓度 换算成PHA 但如果我可以跟你讲 这是个血液 你算不出来的 因为太复杂了 它有磷酸 有碳酸 同时有各种不同的氨基酸 或双钛 或三钛 混在里面 那你就要用它的浓度比例 分别去算出它的平衡常数 算出它的最氢离子浓度的影响 那太复杂了 所以我们就概念上让你了解 你们的氨基酸 一样有所谓的缓冲性质 就是氢离子浓度如果过低 就释放出氢离子 氢离子浓度如果过高 就把氢离子抓住 就如同我们前面介绍 我的图呢 就这几个反应是一样 那氢离子浓度如果过低的反应 向右放出氢离子 氢离子浓度过高的时候反应向左 把它抓住 就没有游离的氢离子 来让你的这个氢离的PH值 不会剧烈起伏 所以才称它叫缓冲冲液 buffer缓冲了 好 那往下走 我们前面一二三讲完了 有碳酸溶液 有磷酸也溶液 然后蛋白质也是 最后讲血红素 这个就比较次要一点点了 血红素 不是血浆蛋白 它在红原胶里 但血红素呢 它是蛋白质 它可以抓住二氧化碳 形成碳氨血红素 而释放出氢离子 这一点也会影响血液的PH值的 O 我抓住二氧化碳形成碳氨血红素 会释放出氢离子 所以它透过跟二氧化碳的结合 也会影响到血浆的氢离子浓度 这些叫做血液的缓冲系统 而缓冲是很快的 立刻 所以单位都是 我刚刚说单位大概是几个毫秒 为什么那么毫秒 我还说剩到几秒 因为你要考虑 一个组织释放出氢离子 你这些体液要混合甚至循环 所以我把混合跟循环的因子加进来 我就估计 大概这个系统 几毫秒到几秒钟吧 如果是化学的话 化学说在溶液中 在烧杯 在试管中 可能连毫秒都不到 马上就发生平衡了 可是为什么增加到毫秒到几秒 因为你的体液总是要混合搅拌 才会均匀 以上是第一个系统 叫血液的缓冲 会立刻发生作用 第一道陷 那第二个系统叫呼吸作用 指的是 我们刚刚虽然说你的碳酸容易 或是碳酸炎容易 有所谓的缓冲系统 像这个样子 我写好一点 二氧化碳跟水结合 氢层碳酸 H2CO3 碳酸可以解离的 好对 我们说清理指纵度过低 反应向右 清理指纵度过少 过少反应向右 过高反应向左 这不是缓冲吗 但我们今天讲的呼吸 不是指缓冲 指的是 我不是影响你的那个平衡常数 或是你的清止浓度 我影响的是这个 我把它拿走了 就是你呼吸的时候 把二氧化碳呼出 我把二氧化碳丢掉 你看二氧化碳丢掉 是浓度变少 反应是不是就向左 依据勒沙特列 向左 向左的意思就是 清理指纵度下降 所以你大量呼出 二氧化碳 会让体液偏减 因为氢不见了 有人是用勒沙特列的 原理是思考 为什么大量呼出 二氧化碳 你体液会偏减 因为二氧化碳跑掉 减那个酸就不见了 就偏减了 但有另外一个观点 二氧化碳就是酸 你把酸拿走 身体自然偏减 对不对 那二氧化碳为什么是酸 它叫碳酸干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吗 等一下 二氧化碳就是碳酸干 对我以前讲过 对不对 那你们化学课讲过它吗 什么叫酸干 酸脱水 你看这是碳酸 脱水了 水在这里 那剩下就是碳酸干 那如果你把磷酸脱水 磷酸干 硫酸脱水 硫酸干 它代表就是脱水 所以它跟水结合之后 就会恢复成酸 二氧化碳就是碳酸脱水的碳酸干 它代表酸性 所以你把酸的物质拿走 自然身体偏减 所以呼吸作用是透过排酸 来让你身体偏减 那就会调节 那如果你今天偏酸的时候 哎呀 偏酸代表的时候 你就要把二氧化碳呼出 谢谢你 好 你呼出二氧化碳 这个氫离子就 因为反应会向右啊 对不对 你的氫离子就下降了 就会让你的体液 不要这么的酸 所以身体过酸时 呼吸会变快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来找几个生活中 可能会造成一些影响的东西 比如说第一个 如果你今天是常常喝 吸烟的烟枪 你的肺受伤了 老烟枪 你可能换肺气种 肺气种是指你的肺变厚 肺泡的臂变厚了 肺泡臂增厚 那下场就是 你无法有效的交换气体 结果就是呢 二氧化碳排不掉 你就会造成 二氧化碳累积体内 身体过酸 这叫呼吸性酸中毒 因为呼吸过程 没有办法把二氧化碳排掉 做成酸累积体内 而酸中毒了 这叫呼吸性酸中毒 那生活中常见的其实是 肺的气体交换效率变差的 肺气种 或是你故意憋气 或是你把你的口皮套上 那个塑胶带 一直把二氧化碳吸回来 你身体就会偏酸 这叫呼吸性酸中毒 那有没有可能是呼吸性减中毒呢 就是你的换气太快了 一直把二氧化碳排掉 所以看二氧化碳的排放速度 要很定 不能过高 如果二氧化碳排放速度过快 你就是呼吸性减中毒 如果过慢呢 就是呼吸性酸中毒 而呼吸性减中毒 最有名的例子是 高三症 因为你到了高三 氧分压下降 你们怎么表达氧分压 TU2下降了 当氧分压下降时 你身体就会感应到 氧不够耶 你就会加快你的呼吸 增加你的呼吸深度 所以到高三之后 你的呼吸会变快变深 因为吸不到氧啊 对 因为缺氧 氧分压太低 造成呼吸急促 但是呼吸急促 却把二氧化碳排光了 所以你因为缺氧而呼吸急促 接下来造成呼吸性减中毒 所以高三症有两个原因 一 氧气不够 造成头痛 头晕 第二 呼吸性减中毒 你身体偏减了 也会造成一些症状 好 以上是呼吸作用 因为呼吸要交换嘛 大概作用时间几分钟到几小时 来调节你体液的酸减值的失常 好 以上是呼吸作用 好 请问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前两个机制 比较 不像圣物 有发现吗 缓冲 或是我把二氧化碳拉走 让你的反应向左 热沙特列 都好化学 前两个机制 比较化学 所以它比较快 好 我们先介绍到前两个机制